原标题 诸葛亮为了蜀汉的稳定 设计陷害了四位重臣 却也使蜀汉走向威王诸葛亮 是很多人崇拜了对象 运筹帷幄 料事如神 为蜀国的创建 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并且在维护蜀汉的稳定和发展上 诸葛亮也是鞠躬尽瘁 事事轻微 那么诸葛亮真就那么完美 没有犯下一点错事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毕竟金无独士 人无完人 诸葛亮不是神人 总会有犯错的时候 他虽然是蜀汉的大功臣 但是也害死了四位蜀汉重要之人 让蜀汉走向了衰亡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孵葛亮为何要这么做呢 图片 孵葛亮剧照 第一位是刘峰 刘伟的义子 据史料记载 封记至 先祖则崩之亲灵党 又不就予 这是刘峰的罪责 罪其一 因为没有支援关羽 最终导致关羽丢掉了性命 罪其二 逼反孟达 持得其投入了曹魏 对此刘备很是愤怒 但碍于特殊关系 或许刘备无法 下定决心处死他 但是 诸葛亮却极力劝谏 要把刘峰给杀掉 理由则是 御风刚猛 议事之后终难治愈 就这样 刘峰就因诸葛亮的劝言被杀害了 展开全文图片 刘峰剧照 第二位则是孟达 虽然投入了曹魏阵营 但是 仍然被诸葛亮设计杀害 诸葛亮有心策反孟达 史料所在 孤呼孟子 斯时刘峰亲临诸下 以伤先主代事之意 诸葛亮很是渴望孟达的回归 其实这是诸葛亮设的一个圈套 用假情将孟达给打动 将其策反 孟达丝毫没有察觉这是圈套 打算要起兵反位 但是最后诸葛亮却出卖了他 在禁书宣帝记中就有记录 达与卫星汉首身一有戏 量欲促其事 乃显锅膜炸祥 过疑因漏泻其谋 就这样 孟达也被诸葛亮给害死了 本来想回归属汉 但是诸葛亮却设计将他给害死了 图片 孟达巨长 第三位则是李延 其实李延也是脱孤重臣和刘备一 其辅佐刘产 但是诸葛亮为了自己赌掌大权 便找借口打压李延 众所周知 诸葛亮曾得此举行北伐 诸葛亮领兵在前 而李延则负责粮草事宜 后来在第四次北伐之时 诸葛亮开始对付李延 以他粮草运输代漫为由 把他的职务给罢免了 并且沦为了平民 李延受此对待 心中气愤不移 没多久就离世了 就这样 诸葛亮赌掌朝政大权 图片 李延剧照最后一位就是魏延 最终也是用计将其除掉了 在三国之费一传中就有记录 执君是魏延与掌使杨仪相憎恶 美着并作争论 言或举刀拟仪 仪弃替恒仪 魏延和杨仪矛盾深重 经常相争 但是诸葛亮却置之不顾 既不缓和两人矛盾 也不做任何批评 但是诸葛亮在去世前 却将军政大权交给了杨仪 此举彻底激发了这二人的矛盾 最终魏延被针对而死 这也是诸葛亮一手谋划的 因为不放心魏延领军 这才是即将他除掉了 图片 魏延剧照 虽然诸葛亮在一定程度上 是为了维护蜀汉的稳定 但其实也是在把蜀汉往火坑里推 文章作者紫浩军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